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孟晨老師 歡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那今天呢 受到這個廉價的影響 就是再過兩天就是中秋節了 那中秋節當然台股是修飾的 可是美歐股市呢 它有開盤 那在這種 這種 保守的氛圍之下 台股今天雖然是一個反彈的格局 目前上漲了80點 可是呢就整個 預估量的部分 其實還是一樣非常的少 只有1600多億元而已 所以台股目前陷入一個 無量的一個整理格局當中 那昨天有一位 這個記者朋友 他就打電話問洪老師說 洪老師 今天就是所謂的秋節 連假前夕的最後一個交易日 那到底要不要留股票 來過中秋 那我當時我給他三個問題 我說 這三個問題我們先思考清楚之後 我相信要不要留股票 你自然心中會有一個答案對不對 首先第一個問題 就是在國際股市的方面 雖然說美國股市它是反彈的 但是我說 真正的問題核心點 其實 一直都不是美國 全世界現在 會遇到股市的大跌 會遇到行情的修正 所有的問題核心 其實都是在於 歐洲嘛 都是在歐洲市場 所以當德國股市出現了一黑吞4K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講說 小心喔 風險來了 因為德股一旦跌破了月線 月線開始轉為下彎 那到時候呢 德國股市肯定會呈現一個 弱勢的格局 那我呈現弱勢的格局 就會影響到美國 就會影響到台灣對不對 所以後面你也看到了 德國股市真的出現一個重挫 光這一波的下跌跌的將近快8% 指數跌掉8%喔 那更不用講說 很多的股票其實都已經跌的七分八數了 就德國股市來講 那你德股 如果出現重挫 就影響到美國 包括納斯達克 包括道琼啊 包括所謂的費城半導體 那個跌幅都已經超過10%以上了 那這些跌幅也影響到台灣嘛 所以台股這一波下跌 也跌了將近快1000點啊 你要怎麼避開 就是看到歐洲股市 它有問題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聯想到 台灣它也會被受到影響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聊啊 我說 台股當時來到的這個 所謂的 月線的支撐點對不對 所以呢 來到一個反彈的滿足區 這個位置點上面 你要開始去做調節動作 向上空間有限回檔的壓力很大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來去做調節 你基本上啦 你至少閃過了這一段的跌幅嘛 所以預測行情很重要啊 當你知道說 這個地方往上的空間 非常的少 回檔的壓力很大 那你在這個地方做調節 你拉回 你自然 有錢可以去做佈局啊 但是 這個位置點上面 是買股票的好時機嘛 其實我覺得 買股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它未來有沒有一個成長性 如果說 你買的股票 今年會賺很多 明年它會賺更多 那你在買股票的時候 那個股價 它才有上漲的力道嘛 對不對 反之呢 如果你今天買的標的 它可能8月營收 9月營收 10月營收 都會呈現一個 衰退的一個狀況 那你覺得 買股票 風險會不會很大 所以我們看的不是現在 我要看的是 未來三個月之後 甚至未來半年之後 整個行情 它會往哪個方向 哪個趨勢去走嘛 所以呢 這些問題點其實都取決於 這些利空的條件 包括了 普丁封鎖 歐洲的天然氣 包括美國現在正在快速升起 消費性電子的庫存 它還有過高的一個壓力嘛 那這些問題哦 都還沒有得到一個 緩解 甚至都還沒有得到一個 完全解決的狀況啊 尤其是德國的狀況是最嚴重的 因為 現在普丁為了要報復歐洲國家 他直接把原本的 輸往德國的這個北溪一號 這個天然氣直接給他斷工 那你知道嗎 斷工這個天然氣 對歐洲來講 會產生非常非常大的經濟災害 因為你所有的東西 都一定要用天然氣嘛 你在家裡 每天所使用的天然氣啊 包括你洗澡要用嘛 包括你的煮飯要用嘛 甚至很多工業 他也必須要仰靠天然氣 來做一個燃料啊 那你現在北溪一號 被他斷工了 那我的天然氣來源呢 只剩美國 他可以供給我 沒了 所以變成 現在歐洲的天然氣價格 開始暴漲 那你一旦暴漲 你所有的人民的生活需求 他也會暴增上來 所以我昨天去看了一下 現在歐洲人啊 你知道他一個月喔 一個月光 使用天然氣的價格 至少要多增加了 1.5萬的台幣 一個月而已喔 那你想想看啊 如果我們台灣有沒有 通膨率可以達到 3%的時候 大家都已經哀哀叫了 但是現在歐洲的通膨率 它是高達9% 那你通膨這麼高的情況下 勢必會影響到你的投資 勢必會影響到你的消費嘛 所以這個問題很嚴重啊 就是說 普丁如果封鎖了 歐洲的天然氣 他那個價格一旦飆升上來 全世界的通膨 歐洲的通膨 就會跟著怎樣 飆升嘛 那你一旦飆升的時候 就會造成喔 實質上薪資的一個衰退 這個問題 我今天解釋給大家聽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去了解 歐洲通膨的這個利空因素 因為這一點非常的重要喔 我們從過去的歷史經驗來看 通常一般來講 我們國家的人民的薪資成長率 大概都是3% 一年就大概3%左右啦 所以呢 聯準會為什麼要把通膨率壓在2% 因為如果你是3%的薪資成長 你扣掉了你的通膨 你實際上薪資所得 你是增加1%的 那你增加1%的薪資所得 你可以拿來做投資 你可以拿來買所謂的 消費性的電子產品 那你在有消費的時候 你的經濟才會活絡 它才會成長嘛 但是反過來喔 現在遇到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我一樣薪資成長率 還是3% 但是我的通膨呢 因為天然氣斷供的關係 結果一下子拉升到了9% 那我薪資沒有大幅度成長 我的通膨大幅度的增加 結果我現在人民呢 實質上的薪資所得 變成-6% 那你-6%的話 代表我現在啊 不只我的生活入不敷出 我還要拿我的存款 來去做一個彌補 我才能夠活得下去 我才能夠維持一個正常的生活 那你當出現這樣子的狀況的時候 你說消費性 這種消費的東西 它是不是會大幅的減緩下來 那一旦大幅減緩下來 當然就影響到台灣的出口嘛 所以從主計處 昨天告訴大家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到 就是說台灣的8月份出口年增2% 遠低於預期 原本我們第三季 是所謂的旺季 很多電子產品出貨的旺季 它來臨了 可是因為 現在因為歐洲的關係 它開始出現一個 消費性大幅下降的狀況 美國也因為通膨的關係 消費能力開始大幅下滑 因為我剛剛講的 美國通膨率現在也是8% 薪資成長率3% 他們也負了5%嘛 所以大家 兩大國家 兩大地區的這些 人民他們都遇到消費 減緩的一個狀況 當然就影響到台灣出口 所以8月份出口只有2% 年增2% 遠低於預期 甚至主計處也預估 接下來9月份會跌破哪裡 跌破400億的美景 所以台灣接下來會面臨到一個 出口開始衰退的一個現象 這不是我講的 這全部都是主計處 它所公佈出來的數據 那我們都知道了 接下來9月份 我們的出口 開始會進行衰退的時候 那你想想看 我們很多的企業 我們很多的公司 它會不會遇到 所謂的營收開始下滑的一個問題 那你出口開始停滯了 結果咧 我現在手上還有很高的庫存 那我這些庫存 未來要去做降價求售的時候 是不是又會對企業的獲利 帶來一定的損傷 這就是我看到的 這個利空正在慢慢的拓散開來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所以當我發現到說 整個歐洲的市場 開始出現衰退了 那開始慢慢的影響到了台灣 那你在這個位階點上面 你如果是做長多單 你的風險絕對是很大的 所以你說 就整個秋節 未來會不會變盤 我覺得與其去考慮這一點 不如去考慮一下 你現在的股票 你要怎麼去做一個處理 因為 就整個八月份的出口數字 甚至未來九月份的出口數字來看 它都會持續的往下去做一個衰退 那你在往下做衰退 勢必會影響到台灣很多產業 很多企業的狀況 這是我們一定要去了解的 我們一定要去關注的地方 這就是國際股市之間 產生了一個變化 很多市場上的專家 不會告訴你這一點 他只會告訴你 今天什麼股票漲停板 可是當這些股票呢 它已經開始產生風險過高的時候 就不是你該去做追加的地方 因為當行情一旦開始出現 這種恐慌性賣壓出來 很多個股 就算它是基歐的族群 都可能受到賣壓的拖累 所以要把你的風險 做好控管的一個動作 那你要怎麼去做控管 待會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分析 成通斗鋪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盡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貸盡一定貸出 成通斗鋪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新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成通斗鋪 值得托付 0R2752-5868-2752-5868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台股直播室的現場 我是孟辰 在11點到11點半 陪大家一起看盤 那剛剛跟大家聊就是 秋節會不會變盤的 一個狀況 那我認為 不論變不變盤 重點在於說 你的風險上面 有沒有去做好一個控管的動作 那我們接下來要去思考的一點就是說 大家會想要秋節變盤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 國際股市之間有太多太多 你不知道的問題存在對不對 那如果說 我們把股票呢 放到廉價過後再來處理 那假設啦 昨天美國股市是大漲的 那如果美國股市開始回檔 甚至呢 德國股市也開始做回檔的時候 其實風險性呢 反而是大增的狀態嘛 所以我就跟那個記者講說 我們不論秋節變不變盤 就算 禮拜五啊 或者是今天晚上啊 美國股市大漲或德國股市大漲 我們看到整個行情落底之後 廉價過後再來買股票 一點都不遲啊 對不對 我們用在意那個 一小小的反彈或那個跌幅 或那個漲幅嘛 我們要的是什麼 趨勢的一個改變 當你趨勢沒有改變之前 風險的控管絕對是第一要務啊 我相信這很多市場上的專家 不會告訴你 他不會跟你說 可是確實喔 台股當中已經有一些 籌碼面鬆動的現象 它正在發生嘛 包括我跟大家聊的 你要留意的是 上次現在的融資維持率 已經壓低到了149% 甚至貴買的維持率 也壓低到了158% 那代表說 其實你這一段時間 你用追高的方式去買股票 用融資的方式去買股票 到昨天為止 都是沒有賺錢的 因為維持率在往下滑 代表融資呢 它的 所謂的這些融資的標的啊 它的股價是在往下跌的嘛 那你只有股價往下跌 維持率才會下來啊 那同樣的貴買維持率 它現在也正在快速的下滑當中 那你貴買維持率 開始出現下滑的時候 一旦維持率跌破了150的區間 它會加速哦 它會加速 所謂融資斷頭的賣壓出來 所以籌碼面 它也出現了一個鬆動的現象 那包括了國際股市之間 它也開始有一些 我們不知道的一些 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 那也因為這些因素的影響 造成哦 美元指數開始大幅的攀升 因為 外資一直把資金回流美國去嘛 大家都想要把它換回美元啊 因為換回美元之後 它可以保值啊 那你在 換回美金的過程 一定從台股當中抽資金嘛 從股票市場當中抽資金啊 這就是我現在看到的 國際股市之間 甚至在台股當中 它所出現的一些變化 那你要怎麼解決這個困難 其實 你就是運用當中熱門股 低買潛力股啊 你不要讓你的股票 放過夜嘛 今天不論做對或是做錯 你把資金放回口袋 你放在你的身邊 它不會咬你啊 可是如果說你放在 股票市場當中 現在波動率這麼大的情況下 它會有風險的哦 它是會有風險存在的哦 因為當中最大的一個優勢 就是說 我沒有隔日的風險嘛 我今天不管做對做錯 我都把本金收回來 當我把本金收回來 它沒有隔日風險 我才怎樣 我就可以避開大漲大跌的狀況啊 那你一旦避開了 你的本金還留著 那你下一次呢 等到行情真的來的時候 你才有做大波段的空間 所以沒有隔日的風險 是你現在一定要做的事情 不要把你的股票放得太久 也不要放得太長 你會發現到說 最近你股票放得越長 反而呢 獲利的空間越小 沒有即時的去做獲利了結 它股價反而殺得更快 這就是現在的狀況嘛 行情的變化就是如此的劇烈啊 所以你的本金也不用準備太多 多空雙向你的策略上 又可以變得非常的靈活 你就依照行情的現況 來去做一個調整 來去做一個佈局嘛 行情好就做多一點 行情不好呢 稍微休息一下也沒有關係啊 所以這就是當中上面 它能夠提供給我們的一個優勢 它的一個存在點 那你只要把這個優勢運用得當 設定好你該停損停利的條件 那你就不會遇到很大的一個風險 你就可以避開那種大風險的狀況 所以我在跟我的投資朋友們講說 我們要做當中交易 一定要先設定好原則 第一個預設停損停利的區間 尾盤絕對不流倉 因為你尾盤一旦流倉 你就有隔日的風險 那就喪失掉 所謂當中交易最大的一個優勢 就是沒有隔日的風險對不對 大賺小賠穩健的來去做一個操作 你知道做到這一些狀況 這一些原則 你在整個交易市場裡面 才不會慌亂 甚至呢 有些個股抓好時機 逢高來去賣股票 也是一個很好的交易策略嘛 那我現在呢 我們會鎖定在一個 很特殊的一個族群 或許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族群很特別 最近真的很強勢 但是我已經看到一些 轉弱的一個訊號出來 這個轉弱的訊號 包括在國際市場之間 比特幣開始出現崩跌 那你比特幣開始出現崩跌 加密市值開始跌的時候呢 他遇到一個狀況 叫做什麼 現在投機性的賣盤開始盪下來了 因為國際之間啊 包括美國他要回收資金 包括歐洲 他現在為了對抗通膨 未來他一定會做生息 他也要去做生息 所以歐美國家在做生息 兩個資金的提供國 都告訴你 我現在要緊縮了 那我一旦開始緊縮 當然他會從很多的地方 把資金抽回來嘛 包括加密貨幣市場也是一樣 那你加密貨幣市場 一旦開始起跌 投機性的那種買盤開始降溫 對很多股票市場來講 他就會造成一個 投機性的這個過熱的這個股票 開始做回檔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要特別留意哦 有一些投機性 太過於投機 卻沒有基本面的標的 本孟比吹的越大 他的風險他就越大 那你要知道 轉折的時間要去怎麼抓 比如像說8月31號的時候 我跟大家聊嘛 生技醫療指數 他開始出現乖離過大的狀況 乖離過大 他一定會做熟練 這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講的 你不要去買這種 乖離過大的股票 甚至在這種乖離過大的位階 你要找股票來去做一個放空 那你乖離過大哦 你在這個位階去買股票的時候 你變成說 我向上的空間縮小了 可是我回檔的壓力 就會變得很大 所以我說生技醫療指數 他會開始慢慢的 回歸到他應有的價值裡面 那你回過頭去看哦 現在你去看看生技醫療指數 從我當時跟大家談的位置 乖離太大 他會開始進行熟練對不對 那他開始慢慢收斂下來的時候 接下來他會開始進行反彈哦 因為跌升來到月均線的位置 他會開始進行反彈 那我反彈上來呢 他來到一個反彈的滿足區 就跟我剛講的大盤一樣 他如果來到反彈滿足區 向上空間有限回檔的壓力 他就會大增 這個時候生技醫療的個股 有一些標的 你一定要懂得去做一個 避開的一個動作 那比如像說 現在生技指數裡面 其實最強的 領頭的標的 叫做6550的 這檔北極新藥業嘛 那北極新藥業 他已經連續出現 兩根黑K棒 今天點到了月線 進行一個反彈 但是反彈上來 你要注意哦 如果說我前高的壓力 他還是存在著 我反彈沒有辦法 去做過高的動作 上來他遇到壓力 還是會持續的去做回檔 所以我說反彈上來 當他開始做回檔 最強的 就是最有力的一檔標的 他都開始出現一個 一個賣壓湧現的一個狀況 資金開始測逃的狀況的時候 那同樣的啊 包括二線補漲的股票 包括有一些跟漲的標的 跟風的族群 那個你就要特別的小心 那個你就要特別的注意哦 所以我說 包括之前跟大家聊的 美食的部分對不對 像這種高檔套牢的籌碼 已經越來越多了 那你高檔套牢的籌碼 越來越多 我向上的空間有限 我回檔的壓力 會變得很大 所以向上如果只有4塊錢 回檔空間有6塊的時候 一樣高檔去放空 取得價差就可以了 那你在做的時候 一樣哦 當中交易 先預設好停損停利的條件 那你停損點到 你就按照價位停損出場 停利點到 一樣按照價位 來去做停利出場 那當天我們回補在169塊錢 取得2.3%的價差嘛 那後面呢 在9月6號的時候 一樣在做自行 高檔套牢籌碼開始浮現了 你的股價呢來到高檔套牢壓力區 他的賣壓就會出龍 所以向上空間有限回檔壓力很大 向上1.5塊回檔的空間有6塊 所以一樣啊 空在133.5元 回補在哪裡 回補在128元 獲利達標 所以有一些個股 他慢慢的開始出現一些 這種壓力地帶來的時候 像這種越投機性的標的 那反而呢 他的空間他就會越大 但是與其做長空單 你不如做短空單 就有跟大家聊的 像自行他可以取出價差來對不對 你當天買當天賣 你把價差取出來 你放進口袋裡面 可是如果說你是做長空單的 比如像說4162自行 可能行情在反彈的過程 他又被嘎刀了 但是你說他反彈上來 你來到相當的壓力區的時候 一樣啊 他又是一個可以去取價差的機會嘛 那你就來到一個反彈的滿足區 你再去做動作就好了 所以我說台股當中啊 確實風險性是越來越強 包括國際股市之間 包括所謂的出口數字 他已經開始呈現一個衰退的狀況 所以秋節會不會變盤 已經不是重要的一個考量了 重要的是 你要怎麼去把你的資金 做有效率的控管 你要知道說風險控管好了 你的獲利才會自然高 現在最好的模式 就是用聚殺城塔 激少城多的方式 絕對贏過你 為了撥斷一筆輸光光 所以認同我們操作的 歡迎廣告實踐撥通電話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